秋天也是彩色的 这主要是指树叶的颜色 这时候的每一片林木都很美 很安静 它们默默地又慢慢地换上了今年最后的盛装 黄色的或是黄绿色的 再或者淡黄 淡红或者火红的霓裳 都是它们这个季节的最爱 到处阳光灿烂明媚 无风也没有多少人 所有的林木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处理着 犹如疲惫的老人带着最后的满足 静静地晒着太阳 一只褐色的小狗狗 欢快地从远处向我的方向跑过来 这么小的狗狗我不怕 所以也没有很慌张 它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了 然后回头张望着 我抬头一看 原来是它的主人在后面呢 我一直等它们走过了 才发现阳光下这一人一狗竟然好安逸 你撒着欢尽情地奔跑 我就在后面就那样斩定地跟着 我知道你跑不远 你也知道我不会丢下你 不管 此刻就连这里的阳光 空气和林木都是温润的 它们大概和我一样 也在羡慕地看着这温馨而和睦的一人一口 阳光下落叶容金 它们满足而安详地躺在大地妈妈的怀抱 静静地含笑睡去